我覺得應該是吳白老師 吳白 吳白 我覺得吳白老師 他就是那種 大家好我是WebTVHR的小編 今天我們來到了 招音少年的拍攝現場 然後要問學員幾個問題 然後我們歡迎學員 哈囉大家好 我叫宥倫 嗨我是小Q 哈囉大家好我是Melody 大家好我是ByHatty 哈囉大家好我是Mine 我的朋友在我右邊 小Q 優倫吧 我很欣賞優倫 那我就說小麥好了 他本來就是DJ 但是他已經有點知名度了 所以我覺得他願意來這邊 從放下身段好好去學 就是跟大家一樣 我是一個認真的學員 你是知道我英文 我們叫你是什麼嗎 You're like a god 他剛從美國來 但是他中文講得蠻好的 因為他本身就很有音樂底子 他也做了很多歌曲 我還蠻多想要向他學習的 我覺得應該是吳白老師 吳白 吳白 我覺得吳白老師 他就是那種 講了一些冷笑話 不會笑的人那種 但他其實私底下感覺是 很搞笑的 所以就有一種反差感 我覺得蠻猛的 從他的表演跟他的歌 看起來印象就比較嚴肅 就一來就他也很愛鬧 然後說 欸你應該這樣這樣 然後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鏡頭拍我 很鬧 就是很好玩這樣 我還沒有來的時候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很嚴肅 然後我很緊張 然後聽大家都這樣講 可是他私底下 其實就是蠻好聊的 你站在這裡 你站在這裡 放音樂快一點 有一點沒禮貌 可是我覺得就是因為 他是一個專業的 那為什麼會有他很嚴肅的 這種說法 因為覺得他做事很認真 畢竟是傳奇的 我應該做事起來 認真到 就是不能拖累他 怕他會覺得很浪費他時間 所以那個印象是 你們還沒有見過他之前 你們覺得他會這樣子 可是聽說他對音樂的要求很高 很高嘛 我覺得有人怕說水準不夠 我學到好多中文 像很屌 還有他們也說很乾 它是什麼意思 尷尬 感覺有一隻烏鴉飛過 就阿阿阿 嗯嗯 我覺得膽量吧 在這邊就是有 比較放開嗎 有 我覺得放開很多 所以你之前可能 上節目的話 我只是看到鏡頭就會開始多 你不敢跳 但是現在就 就是說跳了 我就直接跳 我覺得我很幸運 因為這不是一個 可以學的東西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故事 他們從哪裡來做音樂 或者Acting跳舞 然後我覺得參加節目 可以成長很多 然後的確我參加完以後 我覺得我各方面都成長了不少 嗯 那我覺得最大的成長 有關於靈感啟發 還有你要這個過程是怎麼樣 要去進行 讓自己 往對的方向前進 我覺得這對我自己 內心層面來講是很好的 盡情瑸定 盡情鎖定 造音 造音少年 WebTVAsia 造音少年就在 WebTVAsia 耶